今天和社区的书记一起去为村民解决一个电路问题 书记说这个电路现象困扰了用户很长时间了 让我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故障现象呢 很长时间了吗 就这一户村下这样的情况是吗 这是火线呀 然后在这个夜中还反映我说这个楼道里面这个洞 哇 它也是微亮 现在看还行啊 他们说零线带电 我以为是零火接反了 控零了 导致灯微亮 关灯以后微亮 电闸这一块没问题 这一块电路都正常 那在关灯的状态下为什么这个灯泡会亮呢 他们说还有一根线带几十伏的电 灯泡上面一零一火两根线 这根线带电 带五十伏 这种LED灯有电它都亮 五十伏晚上会微亮 那这个五十伏是从哪来的呢 是零线带电吗 把灯打开 在打开灯的情况下 再测一下零火线 测零线零伏 火线 二百二十伏 也就是说刚才带电那个是火线 它这个也不是零线带电 是火线带电 把万语表打到十伏档 测量一下灯头的零火电压 在关灯的状态下 没有电压 它还没有电压 应该说灯炮微量它是有电压的 但是用电笔去测 这个火线对地有个四五十伏的电 零线不带电 这种现象第一次见吧 他们说这个卧室的电压更高 在关灯的状态下 线上带九十多伏的电 那就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带九十多伏的电 火线 九十多伏 零线 零伏 这九十多伏是个感应电 难道说这个灯上的感应电放不掉吗 导致灯微亮 它为什么放不掉呢 正常情况下关了灯以后 它的火线是不带电的 那问题出现在哪呢 就是那个灯里 就是这个 我帮它灯泡拧了 帮它灯泡拧了 都是一样的电路 为什么这个灯泡它上面就不带电呢 关了灯以后 拆下灯泡以后测量火线 这个也有 拧了灯泡以后都有 也有 都有感应电 那这个是受伤伤病 不是它都有感应电 哦 这个电数有感应电 灯泡和灯泡不一样吗 把这两个灯泡换一下 把轻的灯泡拧在这上面 这个时候再来测量一下火线 上灯泡以后它也没了 再把这个灯泡再换回去 再看一下 是不是灯泡的原因呢 再测量 再看 出来了 51V 52V 零线依然不带电 我再把这个好灯泡换上 然后开灯 灯正常亮 然后我再关灯 灯灭了 再去测量火线 这个时候去测量 上面带个30多伏的电 而这个电压再慢慢的降低 再慢慢的降 这个得说一下 电比测子是对地的电压 而不是灵火之间的电压 拧上灯泡以后 灵火之间没有电压的 没了 所以说它这个感应电 是可以放掉的 自己放掉的 现在这种状态 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不带电 灯泡不好 灯泡不好 灯泡又好 好 灯泡的人 刚晚上微量它有个感应电 在开关上 现在断开以后它都有感应电 尤其是有个放板 这几天它有一个灯泡和灵电 它放掉 四个灯泡就不行 它就是几时它就死定协不掉 所以它有可能 比如说刚一断电的时候 它七八十五也是正常的 感应电上还慢慢就这样 现在都在感应电 就开关里边 把口线断了以后都在感应电 都在感 放灯泡就 好 也要是不加灯泡 不加灯泡就感应电 始终是存在的 这不像是正常的吗 我认为是正常的 正常的吗 电路很正常 好 如果把灯泡的灯泡 一部好的灯泡 它不会这样的 就这样子 灯泡里边太简单了 有啥也没有 灯泡就好 没东西 泄不掉 好 靠这个灯泡越好 对 这是品牌的 这个是把灯电贴点 对对对 电路没毛病 没问题 你的地点要插作正常 早点吧 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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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走了 为我们解决一个大问题 没事 这是小问题 拜拜 像这种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电路现象 确实给民众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而书记年轻有为 欣欣民生 我当以鼎力相助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自电 这个故障陆陆续续修了两个多月 就是亮灯这个过前涯保护器 会时不时的断 就是晚上不用电 他也莫名其妙的自己断 这是客厅插座 开了以后就这样 我把客厅插座再关上 好了 是客厅插座的问题吗 他们找师傅把家里的电路都修了一个遍 还是没找到原因 所以同行介绍 看能不能过去看一下 10月份 总杂也换过 总杂也换了 当时就 过前涯也换过 可以看一下 过前涯保护器是220伏保护 是缺零保护 就是电压高于270伏 低于170伏 他就跳了 这就是缺零保护 所以说测一下灵火之间的电压 电压240多伏 挺高 不到250伏 最向接近250伏 而这一项与零线之间 200稍微低一点 比那两项要低 如果缺零的话 其他两项 对零的电压会很高 但是我测的这三项 与零的电压还可以 相差不大 他们说现在用电很正常 电压很正常 他们说有一次测的电压接近300伏 但是我现在测的电压没有超过300伏 所以说 它这个故障现象还是缺零造成的 就是零线断了 或者是零线虚接 造成的零火之间的电压会变高 跟它家里的插座漏不漏电没有关系 现在零线是好的 不带电 现在电路是正常的 几个电锅了都搞不定了 我试试看我能不能搞定了 初步回忆是零线不厚 嗯? 初步回忆是零线不厚 零线不厚 是室内的零线还是? 室外进来的 室外进来的零线 它跳过前压是电压突然过低或过高 这种 我们测的是在贩命的时候 就那个红线 入货那个红线的一路 对零之间吗? 到了250伏 还在往上 对零吗? 对零 去楼下看吧 上面看不出东西了 嗯? 明明楼下电表那一条 嗯 那换两个过前压把我现在都跳呗 对 这是第三个吧 正在这个 这个的很好啊 嗯 220保护的 这种就对换的对 走吧下去 呃 呃 电表在哪儿啊? 嗯 嗯 好 这个是啥的?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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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乎的呀 热乎的? 零线热乎 零线都烧了 啊 零线这个地方线皮都烧了 我说这一块 趴着这方面有个壶 然后这 热乎的 它是热乎的呀 这里边热乎的 嗯 然后从这里隐隐悠悠的 看见这个线已经烧了 只有零线虚集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嗯 嗯 太明显了 快快 你过来看一下 哦 这个零线它是 没有那个什么 它这一块它又加个螺丝也好了 它这一块是续接的 我说这一块怎么啪也有过 任何的那个味道 嗯 那我也过来一趟看怎么处理 好的 能断电吗 这都没有电 断就行了 你办完了再偷偷有没有电 这有事要得下个处理啊 嗯 有电 好没电 嗯 你想这种吧 零线可以短接 短接给它一个线 给这个表干活就行了 不是您的意思就是它俩接上个块吧 对对它不走那个 它既飞是既火线的 我知道 所以说 先把这个零线拽出来 嗯 这个业主啊 我我我照顾它 比方是给我装修 我是给业主装修 你是装修公司是吧 嗯 嗯 太久忘了就是 来的时候那个 插座什么的 全部打开看看 有没有那种露皮 或者还是这个 不会不会 露皮它会它会跳漏电保护器 它会跳漏电保护器 它不会跳 有问题它会跳漏电保护器 它不会跳那个过签保护器 过签保护器只有电压高了它才会 就电压大了 电压高 不是电流大 电压擦出来啊 二百二 哦 它这种就倒是一 哦 多长啊 又要怎么弄 这个我拿一下 能拿下来吗 怎么上拿往上 我上 哎 哦 它现在这个东西跟以前不要 都双成对面了 对 都跟你说 我一开始也是可以 它这个就 都打火都打成啥样了 你看 看我找到了原因 女主笑得多开心 这样我把两个零线压到了一个孔里边 物业的电供师傅找来了另外一块表 给它装上 这个表每个界限柱都压了螺丝 这样就不会续节发热 送了电了 送电了 送电了 送电啊 老赵 你去看 我说你这个 这个店比多强 那这比多强 三十多 他说我买三十多 这个这个是什么 哦 没看你这个出窗里买是吧 你买的不是我的 哦 你这个还挺正常的 你找他那个出窗里买 哦 你出窗了是吧 嗯 可以 所以啊 就这有没有问题的 一下一块 送电了啊 走走走 这样在车家里的电压 都正常了 这样我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谢谢